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那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一生跌宕起伏,最终均临天下,而在他的众多儿子中,太子朱镖无疑是那颗最耀眼的星辰,朱元璋对朱镖的偏爱,简直可以出一本天心秘籍了,这让后来发动静难之意的朱棣都直呼臣妾做不到。 那么朱镖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能让老朱同志如此偏心呢?且听我细细道来,大家好,欢迎订阅真正历史,封建王朝里,能当上皇帝的人似乎总要经历一场沙发决断,从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到康熙帝的九子夺底。 历史上为了皇位争得头破血流的皇仔实在不少,而即便他们登上至尊东宫之位,也没有多少人能做得长久,皇帝的猜疑与忌惮,兄弟的寄予与挑衅,臣民的谏言与争论,可谓铁打的东宫之位,流水的太子人选。 然而历史上却有这么一位太子,在当时的皇帝春秋鼎盛之时,以东宫太子身份监国十余年,运转着整个帝国,深受皇帝宠爱,从未遭到猜忌,明明有二十多个兄弟,却没有一个人敢跟他争皇位,明明没有当上皇帝,死后却享受了帝王般的待遇。 在朝堂上下更是风平甚家,地位稳如磐石,是一个难得能让皇帝,兄弟,朝臣都支持的完美接班人,他便是草根皇帝朱元璋的嫡长在朱标,大明地位最稳固的太子爷,整个帝国的资源都向他倾斜,当了二十五年的太子,有十五年在替皇帝掌管天下,去世之后还被追封了个孝康皇帝尊号,二十五个兄弟没有一人敢和他争皇位, 连明成祖朱弟都不敢在他活着的时候造反,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享受着父亲明目张胆的偏爱,不能不说朱标是历史以来最有权威的太子。 朱标生于龙凤元年,公元一千三百五十五年,是朱元璋正妻孝子马皇后所处长子,中国传统的立敌,立长,立贤,朱标三样都占,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长子出生时,朱元璋正率军攻打极兴,金南京,他已经算得上是一方诸侯,但还在艰难的创业,抢地盘,阶段,得知心爱之人生下自己的孩子, 这个半生颠簸的草莽欣喜若狂,他特意跑到山上刻了盗子山者,不患无私。朱元璋的前半生颠沛流离,十六岁的时候,父母兄弟就都因为饥荒饿死了,他本人更是要过饭,还出家到黄爵寺当了好几年和尚,二十五岁时,黄爵寺被援军一把火烧毁,朱元璋前去投奔郭子兴的红金军,成为郭子兴手下大将,成了起义军的头目, 还娶了郭子兴年轻貌美的甘女儿马氏,马氏及后来的马皇后。为人贤良聪慧,善解人意,是朱元璋创业过程的贤内主,可以说他帮助朱元璋打下了大明帝国将近三百年的基业,两人患难与共,一千三百六十八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金南京,登基称帝,国号大明,马氏被册封为皇后,其后为朱元璋生下四子两女, 不过这些孩子都比不上朱标在朱元璋心里的地位,在饱受人间冷暖后,只有马皇后给了他些许安慰,而朱标的出生,可以说给了朱元璋心声,让他不再孤独,朱标是朱元璋的第一个孩子, 他对待朱标并不是以皇妇看待臣子臣孙的角度, 而只是一个父亲,欢天喜地地迎来了自己的长子,朱标也是朱元璋二十多个儿子里,唯一一个见证了他打江山过程的孩子, 他很早就跟随父亲朱元璋征战,过着戎马空呼的生活,亲眼见证了大明朝的创建,见识心胸远高于其他的兄弟, 他能明白父亲的很多角色,也真正能以一个儿子看待父亲的视角去看待朱元璋,并非只有君臣之分, 总而言之,朱标的诞生给朱元璋带来了久违的亲情,也让他对自己的儿子满怀期望,给足了朱标信任与爱护。 1364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吴王,同日,他就迫不及待地立九岁的朱标为世子, 1368年,朱元璋创建明朝,登基为帝,立当时13岁的世子朱标为太子, 朱标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5年的储君生涯,朱元璋对朱标的重视与宠爱毫不掩饰, 花了相当大的力气和心血去培养他,朱标年岁稍早时朱元璋就为他广寻名师, 安排他拜明如宋连为师,学习儒家思想,这种早期的儒家教育,奠定了朱标人词宽厚的性格, 后来宋连一家牵扯进胡维庸案中,险些被朱元璋处死, 是马皇后和太子朱标一力担保,才得以保住宋连性命, 在父亲的期望下,年幼的朱标勤奋学习,办理事务, 为自己将来的权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其他兄弟相比, 朱标可以说是独得圣金,打小就有父亲为其配备的名师阵容进行重点培养, 文有宋连,李善长等,吴有徐的,常玉春等, 都是陪着朱元璋打天下的功勋大臣, 当然了,这些人也不一定都时常待在朱标身边, 大多都只是挂名而已, 尤其是为朱标讲课的老师们,都是另外请的人, 但不管怎么说,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 其实很明确,皇帝的左膀右臂去辅佐太子, 让朱标羽翼逐渐丰厚起来, 未来顺利接班并坐稳皇位, 除此外,朱元璋还安排了十余名太子门客, 而且自己还会亲自教导, 很多人都说,翻遍史书, 再也找不到朱元璋这样信任和爱护太子的皇帝, 朱标可以说是朱元璋亲手教导出来的, 父子俩一起出生入死, 从九死一生战场走出来的患难之情, 支撑着他们一起带领着大明王朝走将繁荣, 朱标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拉帮结派, 他的师资队伍都是朱元璋亲自选配的, 不管从哪方面说, 都不会对朱元璋造成威胁, 所以朱元璋对朱标是非常放心的, 加上朱元璋也对朱标的以文治国 和宽厚人孝十分满意, 所以朱元璋才会如此放权给朱标, 他们之间是相互信任的, 朱标二十二岁时, 朱元璋下了一道旨意, 朝中正是先提请太子处分, 然后奏文, 就是说以后所有的事情都让太子处理, 最后告诉他结果就行, 朱标跟二皇帝没什么区别, 这可是实打实的行使监国之权, 明摆着给朱标铺未来的皇帝之路, 可以说朱标立皇位几乎就是半步之遥, 而正坐在皇位上的那个人, 恨不得双手双脚欢迎他上来坐, 其实当时朱元璋还不到五十岁, 身体也还可以, 并且他没有出征在外, 人就在京城, 却当起了甩手掌柜, 将朱标推上前台, 别的皇帝都防着太子提前夺权, 朱元璋却主动把权力送到了朱标手中, 从帝位上来说, 朱标是太子, 当皇帝也是众望所归,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 朱标嫡, 长, 嫌三者全战, 有其他皇子无法超越的帝位, 是大明唯一合法的继承人, 以他从小到大的经历来看, 朱元璋的刻意培养, 让年纪轻轻的朱标处理国家政务, 而且与朝中有权有势的官员都有联系, 而其他皇子成年后就被分封到外地, 他们的地位和实力都无法与朱标抗衡, 只能望其向背, 这些地位与关系不是短短几年就能培育出来的, 这也是朱标在位时, 没有人敢公然争夺太子之位的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 朱标品行甚强, 在一众兄弟中树立了绝对威信, 是不折不扣的闲人, 虽然身为太子, 但他对待兄弟宽人有爱, 从来不拿身份压人, 为人处事非常得当, 是所有兄弟们的榜样, 虽然历史上皇家兄弟之间总是存在勾心斗角, 但朱标却能用他的人格魅力处理好这些关系, 无论兄弟之间发生何种矛盾, 朱标总是出面进行调解, 并为犯错的皇子们求情, 抢在前面护着, 颇有兄长的风范, 他接受的儒家思想教育, 让他形成了仁慈宽厚的性格, 赢得了众多皇宰的尊敬和感激, 哪怕有些弟弟也心有不甘, 但面对朱标的人格力量也无可奈何, 也为他们深知, 就算想害朱标, 也断然办不到, 朱元璋对朱标言听计从, 根本不会相信他们的谗言, 眼王朱弟在外征战多年, 战功赫赫, 威望极高, 这么不好惹的角色, 面对朱标都是恭恭敬敬, 不敢造次, 如果是朱标在位期间, 朱弟有了造反的心思, 估计还没起兵, 朱弟就已经被兄弟们绑好送给朱标了, 作为当朝掌政太子, 朱标没有辜负朱元璋的悉心栽培, 其贤能名声在朝堂上下也是有口皆碑, 他治过卓越, 在当时的朝堂之上很有威望, 身边聚集了一大批的文臣武将, 形成了庞大的太子党, 朱标不是真的被父亲呵护长大的文弱太子, 他也是守过城池打过仗的, 军中的徐达, 蓝玉等大将都是朱标坚定的支持者, 学习处理朝政的时候, 朱标接手了朱元璋的勋贵功臣这一强大的人脉王, 和各方势力的关系都处理的游刃有余, 执政守的很有一套, 朱元璋对外征战时, 朱标留在南京, 成为朱元璋最有力的后盾, 朱元璋也看重朱标过人的学士品德, 寄予厚望, 他时常叹息到无平生罪可悲者, 未能早预标一类良才儿, 可惜的是, 无论是朱元璋还是大臣呢, 都没能等来朱标继位的那一天, 朱标过于操劳过度, 于公元1392年染上了风寒病, 去世的时候只有37岁, 可以说, 朱标是作为二皇帝活活给累死的, 朱标的嗜好定为一文, 一, 取美好之意, 文, 赞的是贤明之君, 其下葬礼节更是按照皇帝标准去办的, 这一年, 朱元璋65岁, 他用了三十多年培养出最合适的太子人选, 没想到朱标却走在了自己前面, 而他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 经历在从头来过, 六年后, 饱受打击的朱元璋也崩世, 大明王朝失去了最合适的接班人, 只有朱标之子, 皇孙朱允文, 以建文帝的身份登基, 朱标帝英年早逝改变了一切, 明王朝微妙的政治平衡, 被彻底打破, 朱允文失去了强有力的后盾, 朱棣也失去了威慑, 趁机发动了靖南之意, 并夺取了皇位, 甚至有人说历史进程也因此改变, 如果朱标还活着的话, 朱棣是否敢冒险篡位, 这个问题无法确定, 历史无法重来, 对于这个完美继承人的不完美结局, 人们只能空流感慨, 说完了朱标的过人之处, 和朱元璋的偏心原因, 咱们再来看看朱棣吧, 这朱棣也是个能人, 文治武功都不赖, 但他为啥就得不到朱元璋的偏爱呢? 说白了, 还是差那么一点点缘分, 朱棣虽然才华横溢, 但他在朱元璋眼里, 始终是个外人, 因为朱棣不是马皇后生的, 而是朱元璋的一个侧妃所生, 这在古代讲究嫡数有别的年代, 可是个大问题, 再加上朱棣的个性比较强势, 和朱元璋有点像硬碰硬的感觉, 这让朱元璋觉得朱棣虽然有能力, 但缺乏一些柔和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正是朱镣所拥有的, 朱棣只能望尘莫及了, 说了这么多, 咱们也该收收尾了, 朱镣作为大明王朝的太子, 那绝对是天之骄子般的存在, 他不仅有着过人的才学和品德, 还深受朱元璋的偏爱, 这让他在朝廷和民间都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和地位, 虽然朱镣最终没能坐上皇位, 他去世后, 朱元璋把皇位传给了他的孙子朱隐文, 但他的事迹和精神却永远宁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而朱棣虽然没能得到朱元璋的偏爱, 但他后来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能, 发动了静难之意, 成功登上了皇位, 这也算是天道酬勤吧, 不过回来, 要是朱镣还活着的话, 朱棣还真不一定能成功呢, 毕竟朱镣那才学和品德, 可不是盖的。